《時代雜誌》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Susan 拜登總統在時代雜誌6月4日刊登的專訪中 對中共不斷下降的經濟實力和全球影響力 發表了看法 並指出 中國的經濟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在5月28日 拜登總統在白宮接受了時代雜誌 是華盛頓分社社長馬西·莫卡拉布瑞西 和總編輯山姆·雅各布斯的採訪 在採訪中 拜登詳細展述了他的外交政策議程 還透露有證據表明 中共正在對美國大選進行干預 中共是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 雙方間充斥著地圓政治領域和經濟關係上的緊張氣氛 這個可能影響到全球經濟 拜登在採訪中 對中國已經疲遠的經濟 非常看不好 並說到之前 每個人都談論 中共有多強大 但是事實上 中國的經濟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與此同時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中國商業與政治經濟項目主任 斯科特·金乃迪 在外交政策上讚文說 大家一次又一次地問同一個問題 為什麼中共領導層沒有採取更多措施 來提振經濟和恢復信心呢 其實大家所說的領導層 是暗指黨魁習近平一人 中國經濟在2024年直到現在為止 也沒有明顯的改善 而且高度依賴出口 在COVID疫情期間以及之後 中國經濟一直表現差勁 連反彈都比官方如期的幅度小 和時間短 實際情況可能更加糟 有分析家預計 中國經濟實際增長率不超過1%至2% 關於為什麼中共沒有採取更有力的措施 來救經濟 金乃迪總結了大家普遍持有的四種觀點 可歸納為中共政治風格的四筆 它們分別是黨魁不知道真實經濟情況 不懂如何治理經濟 出於意識形態 不在乎經濟死活 以及出於偏執不同意舊經濟 與此同時 中共黨魁提出發展新三樣 包括電動汽車和太陽能板等新能源領域 但是這些中國的工業部門的產能過剩問題 已經非常突出 在國內需求不振 價格保持低位的情況下 擴大後的產能唯一剩下通道就是海外市場 這種產能過剩問題幾乎和中國龐大的 房地產行業的崩潰同時出現 因為房地產崩潰 抑制了對鋼鐵和其他建築材料的需求 但新三樣產業無法土置過去房地產 為中國經濟撐起25%的GDP的貢獻率 中共黨魁不承認中國廉價高科技產品 充積全球市場 並辯稱不存在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問題 甘那迪說 多數受訪者都傾向於第四種觀點 其中一些受訪者認為 中共領導曾犯了一個戰略錯誤 將倒注壓在控制未來的技術上 並踏上了大規模產業政策 因為放棄自由化 和對家庭和消費關注不足意味著 生產力下降 債務增加 增長放緩 以及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緊張關係加劇 金乃迪表示 這四種習近平不出手的原因 在嚴重情況下 都可能引發一場重大的經濟危機 並帶來政治清算 如果現任黨夫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 並改變方向 其他精英派系 可能會形成並取代現任團隊 甚至於公眾可能會發起抗議 並試圖徹底推翻中共 金乃迪強調說 根據他的這項非正式調查 表明了中國社會各部分與其領導人之間 以及北京和其他地區之間的分歧正在加劇 同時拜登還對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影響力 表示懷疑 這個倡議是一系列 旨在擴大中共全球影響力的全球基礎設施項目 拜登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了令人討厭的失敗倡議 並駁斥了一帶一路倡議成功幫助中共在全球有所突破 並挑戰美國和俄羅斯影響力的說法 對此拜登表示 中共並沒有取得突破 看看非洲發生了什麼事你就知道了 截至2023年 中共所謂一帶一路基礎設施融資倡議進行了10年 很多參與該倡議合作的國家債台高速 無力還款 更多項目爛尾停滯 一些國家在此紛紛退出這個倡議 拜登此前說這個倡議為債務和搞索 在中共對非洲投資急速下降之際 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加強了對這些國家的投資 以鞏固非洲和歐美的關係 壓制中共進一步滲透非洲大陸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在2023年批准了 對抗中國惡意影響力基金授權法案 授權在未來5年內 每年為該基金撥款3.25億美元 用於對抗中共以及在全球為它行洩的實體的惡意影響力 2023年的G20峰會上 美國與印度合作推出了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計劃 有意全面圍剿和取代一帶一路倡議 在美國為11月的大選做準備之際 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員警告說 中共正試圖影響選舉的結果 Facebook和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 2023年11月表示 該公司一年內 已註銷了至少5個來自中共的虛假帳戶網絡 這些網絡試圖利用美國政治分歧 鬥受影響力 甚至操控民意 微軟2023年發布的報告也顯示 發現早在2022年中期選舉期間 就有中共黑客在網上冒充美國選民 並使用人工智能創建和推廣分裂性內容 美國情報界在3月份警告說 中共正在利用TikTok對美國近期選舉私家影響 當明問及中共干預選舉的問題時 拜登對時代周刊表示 有證據表明中共的干預正在進行中 拜登的回答與國務卿布林肯4月發出的警告不謀而合 即中共已經在試圖影響即將舉行的選舉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浩月、林燕編譯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您 請訂閱、 minute 才能提供 提供